我急走暗漫了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亮 今天這場是閃電俠在S場排位賽的實戰 那其實經過很多次改版之後 中路稍微變得有一點地位吧 以前那個人不是人阿對不對 現在變得稍微 還在跟我打架等一下話講不了 以前的中路基本上不被當人看啦 現在還稍微的可以玩一下 有點體驗 經濟的話比較不會被 不會被那個 剝削的太過分 所以中路玩家來講算是一大補音吧 像我本身是過完中路阿 所以我是不怎麼在乎的 這邊我4級了 我可以做點什麼 可能就是吃龍吧 要殺有點難 他蠻血的 喔這個美娜想死喔 OK 很漂亮的把人頭收入的可待 很漂亮的把人頭收入的可待 在齊羅死了阿 還在皮阿 閃電俠4級有大的狀況下 要抓死我太難阿 你看我這中路經濟狀況下 竟然是第一阿 這是 哇百年難得一見的狀況你知道嗎 現在中路真的是人權 人權指數已經上來了 以前那真的是不是人玩的阿 以前太慘了 以前都一直被 一直被吃阿 一直被怎麼樣的 現在稍微可以玩一下 這美娜可以打阿 哇這個地方我沒死太缺了 我還可以去中路吃兵阿 大家都在下路 這地方吃兵基本上安全阿 克里希可能還沒回來 OK撤了 這一盤我閃電俠 能夠抓的可能是 克里希跟這個 蘇 其他都很難殺 其他的我不太能殺 不過殺這兩隻其實也夠了 可以丟過來嗎 有點拚阿 他這樣子做 沒那麼划算的說 沒那麼划算的說 我看能不能殺這個 沒辦法 我只能打殘而已 人來了 可以掩護他走 然後就離開了 哇怎麼這麼痛阿 被摸了一下 火爆開了 這地方可以用急走去殺美娜 這美娜可以死 沒打到 我也是啦 OK 我們閃電俠其實 閃電俠算是蠻後期的角色 因為他的大招 在後期的時候 他CD非常的快 然後就可以一直 一直做騷擾 一直做騷擾 他本身是不會扣什麼太多的血量 然後這個地方美娜應該是可以殺的 有吧 又沒招了 我輸去了 這邊有人 美娜是我們前期比較好打的靶子 因為他 跑不太掉 欸 哇 我急走暗慢了 我被那美娜跑開了 天啊 這邊閃電俠有一個很精密的小技巧 可以教給大家 等一下教吧好不好 等一下教 現在還不是時候 閃電俠如果在趕路的時候對不對 我們是可以使用1技能 你們想要用1技能那麼簡單嗎 來看仔細了 告白 如果我們在趕路好了 我們可以這樣子 然後呢 這樣子 這樣我們1技能2技能都可以進CP 在我們例如說復活出來啊 趕路的時候會是最好用的方法 沒死啊 不過目前經濟狀態很不太夠 經濟沒有那麼高 所以 要秒人比較難 你看我們趕路這樣子 1 2技能CD 我們走到線上就好了 我會用這個 插槍 要真的去秒掉一個人 有點困難 但是等我們經濟再高一點 這個騷擾是很可關的 閃電俠的1技能 那個E技能來回啊 如果都有標記到對方打到的話 其實那傷害很可怕 啊?這有人來送 去了 那如果可以記得我去幫忙 我都可以幫 哇 這邊好虧啊 沒打好 唉唷 我這邊 我這邊這個技能 沒有停掉 取消的時候我想取消掉 然後直接用按的 這邊發生一個大失誤啊 居然沒把這美娜給收了 但是我們目前的經濟狀況是非常的好 我們6800 沒有太大的問題 OK 這邊很漂亮 收兩個 我們就是打騷擾而已啊 無所謂 我們CD很快的 而且我們是有吸血法杖的 有吸血法杖我們可以盡量打騷擾 我們只怕沒魔而已 你看我看到這個蘇他就肥太大了 但是我們這樣騷擾是很OK的 我按錯了 哎唷 我機走斷到我一技能了 有點可惜 沒死沒死沒死 OK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來幫忙啦 可以來自由 那這個也死了 打不太死啦 他死了吧 這已經做死了 太充了一點 我們這邊可以帶下落 古堡沒爆的話我們下落可以拆 那古堡看來是爆了 相當漂亮 閃電俠其實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地方是說他 他這角色是來打騷擾的 不是來秒人你知道 他跟拉茲啊或者是 像是薩家拉茲這種 他們是來秒人的 閃電俠不一樣 閃電俠是一直打騷擾 一直打騷擾 他只要騷擾到一個極限的時候呢 他 對團隊的貢獻就是不足夠的 例如說那個蘇好了 那個蘇基本上 我過去然後打他兩拳 他就會剩半條 然後他會開大跑掉 所以這個交換就是非常OK的 閃電俠大概就是這個樣子玩 然後基本上 因為閃電俠的機動性是非常高的 所以偶爾去邊線帶線也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因為他個人的安全是非常好的 他逃命能力啊什麼的都很好 甚至我們還帶了急走 所以要被單抓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OK 這就是我閃電俠的S牌實戰經驗 那想看我玩什麼角色你們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會再去琢磨琢磨 OK大家掰掰我是阿亮 我們下次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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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